这个地方做出来的结果就是这样子 按下它可以Walk 然后另外的话 我刚刚在那个Moodle上面 有增加就是作业区 所以你们应该可以看到这个作业 你自己就把它搞 因为这是我的画面 跟你们画面有点不太一样 我将来的公告会 里面就会放什么 放每一次上课的连结 这边就有了 这B翻的 所以A翻 B翻 因为我待会也有一个翻 然后应该A翻 那一样的话 我这边有公告 然后像助教的联络资讯上面也有 请各位自己来找一下 然后助教 有没有助教的相关讯息 所以我们助教学姐 其实也讲得很清楚 所以请各位还务必看一下 因为还是有同学 写信来问我这些东西 然后我跟他讲说你看Moodle一下 他还问我说老师你直接告诉我 我讲说上面都有了 而且有时候我人在外面 我是用手机在回你 我还 我怎么要告诉你 对 ok 那我的习惯是我随时都会看一些相关讯息 我连人在外面还是会看手机 Ok 实际说有的时候 不可能说随时都在那边standby 所以请各位自己 把相关的讯息 直接再看一下 然后上次的影片这边也有 大家原则上会放这样子 你可以打开来看 那上面有一些甚至你可以直接跳到YouTube上面看都可以 Ok 好理论上应该 录的 迪迪度是720 因为这边的解决没办法 它是很高 所以我大概 另外的话其实我还有加上问卷 加上字母 ok 顶多解析度大概就是720 所以你可以调到720 最高是720 不要问我说为什么没有1080 因为这是没有 OK 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们最后把这个部分把它做个ending 上个礼拜的问卷其实这边也有了 OK 你可以自己再 如果你上个礼拜 假如说你刚选进来的同学 可以自己再稍微看一下上面 就是上个礼拜的那个影片部分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录制好的那个去期 其实基本上呢 为什么它可以握 那到底呢 它这个聚集呢 帮我们做哪些事情 为什么它可以让我们把刚刚的动作又重新再帮我们做过一遍 那其实重点在哪 特别就是哦 录制就从这边录制 结束也从这边结束 那如果你要知道说你录制的东西就从聚集点开来 那这边有两段 然后你看一下两段 如果你假设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重录 那你怎么知道你录的东西在哪里 其实你有个方法 你可以按一下编辑 比如说串接这个嘛 按一下编辑 那编辑实际上 它其实也是一样呢 开启这个visual page 所以如果你从这边开 直接点visual page 其实结果都一样 OK 所以其实没有不一样 我点给各位看一下 所以你按一下编辑 它会跳什么呢 其实它会跳这个画面出来 就这个画面 那这个画面 里面有哪一些可能要注意的 那我是建议 以后呢 那我的奇怪的是 我会把那个visual page编辑 把它稍微缩小一点点 让它浮在visual上面 那为什么浮在visual上面 因为我有时候 我还是会边看visual里面 要做哪些动作 然后呢 再去写对应的程式 那比如说呢 以刚刚写完的这一段程式 你们可以看一下 打开来之后 我建议你可以把它稍微缩小一点点 另外的话呢 把那个 这个区块 这个区块是专案总管 首先的话你想说 老师我那个程式 到底它的结构是长怎么样 那首先请各位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问题 这个字有点太小了 所以我是建议 字太小的 工具选项 工具里面有个选项 算写风格 我是建议你可以把 至少会放大到12号字 至少12号了 那第二个呢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录了两段程式 就是叫什么 串接 跟那个 金橱 有没有 这两段 所以呢 一个句子 它就是一个sup 然后呢 它的头在这里 有没有sup 空一格 句子 有没有 串接嘛 后面一个 一个小瓜 那结束在哪里 结束在end 所以其实我们刚刚的 做了三个动作 基本上 就是底下 这几行 那你想说 老师那为什么 这边有单一号开头 我跟各位讲 而且绿色的字 如果是绿色的字 表示这个是注写 注写呢 是写给你自己看的 程式 并不会被执行 所以特别是 单一号开头是注写 那一般我习惯 这些注写不要 然后为了说 我要让这个程式更清楚 所以有的时候 我会在 录好的句集上面 加上注写 步骤 那怎么加 特别注意 我第一个动作做什么 游标 所以一 游标 好像后面你可以打 游标放在哪里 游 因为我们第一个动作是什么 游标 一式 除存格 OK 比如说我不太知道说 到底程式该如何写的话 其实跟各位讲 录制具具有个优点 就是它会自己帮你写出 你底下这个动作 在VBA里面应该怎么写 所以你可以看 有没有 Range 一式 点尘 其实就是 游标放在 那个一字 除存格的 这个程式的撰写方法 那第二格的话 就是什么 我们要做什么 第二好像是什么 输入公式 简称 有没有 就是游标放在 资料编辑列 输入公式 然后我们就是把图解加上去 你会发现 它的写法就是什么 Active Sale 在那个VBA 其实这个就VBA 它里面有个附近写法 叫做Jale Jale的话是储存格 那Active的话 是目前活动当 就是游标放在 哪一个 一字 其实这个就指的是 一字储存格 后面有个Formula Formula就公式 有没有 R1、C1的话 指的是什么 相对位置 R1就是A1 R的话就列蓝 C的话就蓝 也就是第一列 第一蓝的意思 那里面等于什么 后面这一串公式 输入公式的意思 不过你会发现 这个很妙的一点 这公式里面 只要是一个双引号 都变两个双引号 所以特别是 当然如果你要在 储存格里面输入 公式的话 你必须要做一件事 就是如果你公式里面 原来是一个双引号 你放在VBA里面 要变成两个双引号 这个可能要学一下 OK 然后所以第二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 是向下填满 所以第三个动作 所以这边加个注解 第三个动作 三 那一样前面加单引号 也就是说 因为本来的程式 你这样看 一定看不懂 所以我加上注解之后 你会发现清楚很多 第三个动作 向下填满 OK 这样就清楚多了 底下清除做什么 其实你会发现 做的是好像跟刚刚第一步 一模一样 游标放在一字储存格 所以这个可以把它复制下来 所以你会发现 它这一行 跟这一行一模一样 然后第二个做什么 第二个就不是输入公式 我们好像做什么 Ctrl Shift 这个我马上加好 Ctrl Shift上下 所以你可以Ctrl加Shift 加向下 然后呢 这第三个动作 按一下Delete的键 对吧 所以按下Delete Delete OK 好 那这样就OK了 所以哦 也就是说 你们在录制完聚集之后 可能还要再做第二个动作 就是请各位 务必把注解加上去 那可能会同学说 老师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加注解 当然可以 可是问题哦 你不加注解跟加注解 最大的差别 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吧 如果你不加注解 你下一次回头看这个程式 你应该完全看不懂 但是如果你加了注解之后 你会觉得 哇 好清楚哦 好像每个动作 你都知道该怎么写 这个对应的程式 其实不是你看懂程式 而是你看懂上面的注解 所以有的时候 你程式写完 如果懂得 加上这个说明 那其实可以让整个程式 变得更亲切 那至于说上面的注解 你们不一定要写得跟我一模一样 不是照抄 没关系 你自己看得懂的文字叙述都可以 像之前有同学 把那个笔记都写上去了 也好多哦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说 他很多地方都不太懂 所以他把他不清楚的部分 通通都打在上面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没有问题啊 没有人说不行 因为这个就写给你看的啦 OK 所以呢以后 假如说你们开始写程式 还要确计 注解是不可免的 你不要 你想说老师 那我可不可以不写 除非你已经很厉害了 像我有时候 我自己是懒得写 但是我还是会尽量写 为什么 因为人难免会健忘嘛 对哦 如果你写了之后 你未来可能在重新看程式的时候 你会便利许多 为什么会写这东西 写这东西要干嘛 OK 原来 所以有的时候写注解 是写给你未来的人 不未来的人你看的 OK 未来的人你就看得懂 过去你在做什么 对哦 所以生活里面也可以多做一点记录 OK 那一样的道理 这个东西的话 请各位就是再把注解加上去 所以今天大概原则上就是 第一个啦 录制聚齐 录完之后呢 你可以跳到编辑 或者是从这边接也可以 接过来 这边有个模组 不过之前有同学有遇到问题 说老师为什么我打开之后 我的那个visual bass 长得跟你那个不一样 你跳出来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的聚齐照在哪里 请各位注意一下 反正以后呢 你的聚集或VBA 一定是放在一个地方 哪个地方 记得模组 有没有看到模组 模组里面有个module 1 有没有 其实就放这里 如果没打开 你自己点两下就可以了 有没有 这边打开了 如果你要关怎么关 很简单 把这边关闭掉了 OK 不过还有同学 常常会问的问题说 老师我不小心把这个都关了 因为有的人看到 啪啪就很想要点它一下 这边也把它点一下 然后它打开就看 要高了 怎么会变成这样的画面 他以为这个坏掉了 坏掉怎么要 他想要把它移除重灌 这边让麻烦 反正这块叫什么 点字里面的专案装管 所以你找到专案装管 这块就出来 底下的东西 那个叫什么 属性 所以你看属性视窗 在这里 它会把它盖过 你把它往下拉就可以了 属性暂时用不到了 如果不打开没关系 然后这边这块在哪里 在模组 所以我们模组点两下 打开 这样就有了 OK 所以请各位慢慢习惯一下 这个Video Basic环境 并且在刚刚写的 陆字的句集里面 加上注解 反正三个动作 请各位自己发挥一下 OK 那 敬项哈